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宝君 那么最近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看到了一档外国的野外求生节目 其中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 那就是用一颗小小的乒乓球 就可以制作出一个烟雾弹 而且效果非常好 这个烟雾非常的大 那么所以 我买了100颗乒乓球回来 那我们用100颗乒乓球制作的烟雾弹 那不就是一颗超级无敌强大 巨无霸的烟雾弹吗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开开 因为之前咱们并没有做过这种烟雾弹 所以咱们先用一颗乒乓球 来做一个小的试验一下 那么这个制作的方法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 咱们只要把这个乒乓球给它剪破 把这个乒乓球给它剪成一个个小的碎片 剪成这么小的碎片 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裁一小块的锡纸 把乒乓球碎片用这个锡纸包裹住 有一个头部的小孔给它冒烟 就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出去燃放一下试一试 这个烟雾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 而且它时间很短才10秒钟左右 燃烧完了之后它散发这种非常非常刺鼻的味道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烧完 可以看到里面已经完全燃烧充分了 也许是我买的这个乒乓球它比较薄 可能用量没那么厚 所以产生的烟雾没那么大 但是我相信这100个乒乓球加起来 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烟雾袋 效果肯定非常非常震撼 哦不对现在还有99个 那么100个乒乓球组成的超大烟雾袋 现在开始制作 那么这100个乒乓球剪成碎片 又是一个超级浩大的工程 对于我来说短则一两个小时 长则半天一整天 但是对你们来说只要一个响指 100个乒乓球已经剪碎了 比我想象的要少一点哦 足足花了我两个半小时 而且手上还磨了个水泡 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100个乒乓球的碎片 用锡纸给它包裹起来 因为这个锡纸它比较窄哦 肯定包不下这么多 所以咱们要用胶带把它粘一下 现在这么大一张锡纸 肯定是可以将这些乒乓球碎片 全部包起来了 把它们倒进来 包起来 把这些东西包起来之后 感觉视觉效果又小了一点 虽然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我相信它的内部 肯定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巨大的能量也就表示了 它肯定有隐藏的危险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说到安全问题呢 我打算用这个手持小研花 做一个隐性 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 延迟燃放的效果 将这个手持小研花 从中间掰开 然后将它怼进去 好吧 当它穿出火苗的那一瞬间 我就知道了 咱们这一次的超大烟雾弹是失败了 我总结了一下原因 就是没有足够的密封 我把这个隐性插进去的同时 它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洞 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空气进入 然后咱们的烟雾弹就变成了喷火弹 不过与此同时 我也已经想到了应对方法 咱们只要解决这个密封性的问题 超级烟雾弹就一定能够制作成功 所以下一次 我打算用一个一拉罐来当做它的蛋壳 并且咱们把这个燃料 从100个乒乓球提升到200个乒乓球 熊猫君的超级烟雾弹2号 大家拭目以待 我要赶紧去买乒乓球了